央视网消息,国家统计区公布的数据显示,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.5%,创最近7个月新高,涨幅较上个月扩大0.2个百分点,食品价格190涨,非食品价格方面,教育服务,医疗保健,以及器材由价格涨是明显。 CPI连续上涨,背后原因有哪些,未来涨幅还会扩大吗? 10月16日,央视财经评论,国家发改委红官月市场研究所研究员,郭立言和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作科研博士,深入解析,肉价菜价上涨原因为何? 郭立言,极端天气影响菜价放大食品价格短期波动,国家发改委红官月市场研究所研究员。 郭立言,今年极端天气,主要是对蔬菜主产地,比如山东秀光等等的生产,月输产生了一定影响。 9月菜价环比涨幅9.8%并不算特别让人意外。 我们对过去八年做的系统性分析发现,9月份肉菜价格略高,10月通常会有一定幅度下降,呈现一种季节性周期性规律。 在极端天气集中影响下,这种短期波动会有极明显。 刘哥,食品价格依然是CPI决定性因素。 央视财经评论员,刘哥,整体上来说食品价格是决定性因素。 这里面菜价影响最大,同比仙菜价格上涨14%,环比上涨9.8%。 总体来讲,蔬菜价格的持续增长,可能是个长周期现象,因为它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多,另外预输方面会受到油价影响。 主推菜价上涨的因素比较多,服务价格有啥新变化? 郭力言,成本上升支撑服务价格稳重略升,国家包改为宏观院市场研究所研究员。 郭力言,每年开学季,涉及到教育服务的支出都会上升,这是季节性规律。 而受到成本上升支撑,这些服务类项目的价格有稳重略升,像医疗、保险、家政、旅游等,占居民家庭的消费比例,大概在三成接近四成。 这一类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是劳动力。 另外,当前服务消费,不管是规模还是质量也在提升,这也对服务价格形成了支撑。 刘哥,支撑是富贵病没那么容易得,央视财经评论员。 刘哥,最近说支撑的比较多,要追溯起来,美国在七十年代工业化基本结束,城市化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时候,才出现了这种问题。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仍然是周期性问题,其实不用担心说通胀会高到什么程度, 甚至通胀的压力可能比通缩的压力还要小。 油价大涨随时推手。 郭立言,保供应温价格,油价上涨基本可控。 国家包改委红官院市场研究所研究员,郭立言,关于油价。 当前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是国际原油价格,尤其是伊朗供给规模未来怎么变。 但就国内来说,通过稳定供给,保障价格,成品的油价上涨对老百姓因时出行的影响,基本上还是可控的。 我们国家以前在应对国际油价持续高涨,带来的输入性压力增大的过程中,积累了不少有效做法,比如保障免生类、燃燃料用油,对基础设施行业保供网价等等。 这些都能在未来应对油价变化当中发挥作用。 刘哥,油价上涨不会让CPR产生大幅变化。 央视财经评论员,刘哥,有人预测国际油价可能会涨到100美元,现在看依然是低概率事件。 整体而言,国际原油无论是供应还是需求,和多年前油价在147美元的时候完全不可同意而语。 那么只要不是反备上涨,对CPR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。 郭立言,短期因素不会改变物价平稳态势,不必顾问担忧通胀加快上行,国家发改为宏观月市场研究所研究员。 郭立言,未来几个月CPR应该会在继续性的一些因素,包括极端天气影响退去之后回落,很多人关心的地缘政治,引发国际油价变动。 很大程度上也是短期的供给性冲击,对当前物件运行的平稳区间,不会有更大的影响。 刘哥,CPI长期稳定的趋势,没有变大幅升高的概率不大。 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,总体来讲,中国的商品供应还是十分充足的,而输入性压力方面,如果原油价格上涨较快,可能影响会大一些,但这种概率也非常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